大家好,我是Kelly 这里是大阪关西国际机场 第一次到这里来 如何搭乘交通工具 我们这集就来做一个分享 这里是关西机场的一楼到达大厅 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 关西机场的主要的结构 三楼就是出发厅 二楼连郎走过去就是地铁站 一楼是到达厅 最简单快捷的交通方式就是搭迪士 那日本的迪士非常的昂贵 关西国际机场到市中心 车程大约需要一个多小时 如果不介意价格昂贵的话 做迪士是最便捷的方式 一楼就是迪士站 迪士站对面蓝色的就是 栗木金巴士 五号站台就是去大阪的 那我等会就要去这个地方去搭巴士 进大阪市区 其实对于有很多行李来大阪旅游的人 特别是女生呢 我会建议巴士 因为自己不用抬行李 有工作人员帮你抬 巴士站的那个旁边就是买票的地方 找一班最近要出发的巴士就可以了 车票可以在乘车的当天 从自动售票机购买 巴士的班次很充足 票价1800日元 比特快哈鲁卡要便宜 车厢内有日语、英语、韩语、中文等 五种语言的语音向导 所以不用担心会错过任何信息 此外车内提供免费的WiFi 你可以查看酒店的位置 寻找好吃的餐厅、听音乐、休息 充分利用旅途的时间 接下来还有一种交通方式 就是搭乘电车哈鲁卡 要在机场找到哈鲁卡的购票处和站台 需要搭电梯上到机场出发厅的二楼 穿过这个天桥 我们就能够看到一个巨大的大厅 这里就是购票处和电车的始发站 红色的这个站就是南海地铁的始发站 这边蓝色的就是大家所知道 著名的GR地铁站 那反过来这边呢 红色的就是南海地铁的售票处 蓝色的这个是GR的售票处 那么这里还有个GR的人工售票处 如果语言不通的话可以选择用这个 这里会有很多讲中文的工作人员 那边机器取票人太多了 就过来人工取票这里 取我之前在网上订好的车票 在去搭乘哈鲁卡之前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去买一张手机的流量卡 因为用导航的话流量用的非常的快 这边自动贩卖机最多只能够一次放4张1000块钱的纸币 剩余的要用硬币来支付 还是在机场工作人员的帮助下 我才能够兑换硬币来支付剩余的部分 我买的这种是15天无限流量 5900日元相当于295港币 那我们就从这里进市区了 我要进梅田 这边吧 2023年GR特级的哈鲁卡 终于可以停靠在大阪站了 令梅田和关西机场之间的交通时间 缩短至47分钟 是关西机场前往市中心最快的交通方式 哦 已经有很多人在这里等了 这个屏幕上会有显示 出发的站台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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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是拿着大行李还是比较麻烦 中等的行李和小行李就比较方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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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车会经过天王寺等几个大战以后 大概在50分钟左右就到达大阪梅田地铁总站 好了到市区了 那么我们这次介绍了三种不同的交通方式 从关西机场前往大阪市中心 不管是哪种方式总有适合你的 以上就是从关西机场到大阪市区交通的详细工业 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咱们下集再见